电影《霸王别姬》 以京剧名领故事 带出自民国 至到改革开放 接近50年的历史变迁 戏中 张国荣饰演灵魂人物 名领情蝶衣 自小就被卖到京剧戏盘 与张峰艺饰演的师兄段小楼 合演霸王别姬而成名 张国荣一直迷恋张峰艺 直至对方 取了拱离饰演的妓女 但是仍然难以自拔 最终更加落得悲惨命运 故事带出人性善恶 为爱痴迷和背叛 张国荣为了演好角色 特意前往北京受训 学习京剧的造手和唱腔 在戏中 他的造型 眼神 举止 造手等等都被大赞出色 连导演陈海哥也表示 没有张国荣就没有霸王别姬 童年奪得美国金球奖最佳外语片 2015年 更加被美国时代周刊 评为全球百大不纽电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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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nger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